我們前幾章其實一直到目前為止我們大概講到第2章 但是後來我們陸續做了一些剖析動作 我們也做了一些辨識、比對的這些動作 所以我們是沒有完全照這個計算語言學的這一本書來講 因為我們是人工智慧課會做得比較快 關於字元編碼的部分 現在的編碼主力幾乎都是用unicode 所以只要你確定你的檔案是unicode UTF8格式應該讀進來就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無法確定你的檔案格式的話 最好先確定一下否則出來可能會變斷 所以輸入的時候和你的程式檔本身的編碼也會影響到 那接下來是詞彙與詞典 你要處理語言的時候你通常必須要有一本詞典 這詞典裡面會記載什麼呢? 可能會記載以翻譯而言就會中文是什麼英文是什麼對照 A等B這樣東西 那在我們的剛剛的那個範例裡面 其實我們不只有詞典 我們這邊有個詞典 這個詞典是英文對中文 OK 那這個詞典是怎麼做出來的呢? 這個詞典基本上是 我把一個英文的最常用詞表 抓下來之後 丟到Google翻譯 翻出中文 再把它對起來 OK 就這樣做的 那為什麼不用現有的詞典? 其實現有的詞典我覺得它的翻譯的 翻對的程度都很低 因為詞典的用意不是讓你翻譯的 它是用來讓你查詢的 所以它會列五個意思 我們只要一個 第一個通常不是你要的 所以一般的詞典是不能用 所以丟到Google翻譯去做反而會比較好 那第二本詞典是中對音的 那如果我曾經試圖用原本的第一本詞典拿來翻 然後你會發現只用第一本詞典的話 會漏掉很多 因為中文有很多字 它在英文的詞典裡面是不會出現的 像在 在英文詞典裡面的印通常不會是翻成在 所以它這些字就不會出現 所以把這一本也加進來 音對中、中對音兩個都加進來 再來我們建了一個 知識庫 這個知識庫其實是包含一些詞典的內容 但是它是有分類的 它對每一個詞的詞性都做了分類 那這個做什麼用呢 因為你這樣子最後你透過分類你就會知道說 它最後到底是名詞 還是動詞 還是小N 就是修飾名詞的 也就是形容詞 還是小V 就是修飾動詞的 也就是副詞 OK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來歸類 那有了這個歸類之後 再加上我們的八級語的語法上禮拜做的那種語法 那它就可以做剖析 所以我們就寫了 也寫了一個剖析器 只是在剛剛的例子上面 這個剖析還沒有拿去測試 我其實有測試過了 但是 但是現在 它只能測試小學數學問題啊 之類的 狗追貓的問題 但是要在北風與太陽 它上面 是 它是不合語法的 它是不合八級語法的 那個文章需要修改才會合八級語法 好 那 這一個是剖析程式 剖析程式 好 那暫時我們先不看這個這個 可能等下禮拜再來看 因為我們今天的重點是翻譯 你要翻譯的話 其實是不需要剖析的 除非你會有奇異 或者是你會有位置對調語法的 語法的重排 你才需要剖析 否則的話 你如果要翻譯字對字的 像我們剛剛的那個八級語這樣子 字對字的根本不需要剖析 為什麼 第一個字就翻譯成第一個結果 第二個字就翻譯成第二個結果 就好 為什麼要剖析 不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翻譯 不需要剖析 可是 在做翻譯的時候 有一個動作 通常會需要先做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呢 很多自然語言處理上面都會提到 但是都不會教你實作 那這個動作是什麼呢 我們先看一下 我這個動作 我這個動作叫lexer 或者是叫scanner 就是詞彙掃描 現在我們的句子裡面 我的輸入語句可能有中文語句 可能有英文語句 還有可能是中英夹雜的語句 而且他跟上禮拜不一樣的地方是 我們上禮拜是自己用空白 把他詞之間隔開 那如果今天沒有空白 你怎麼辦 詞和詞之間沒有空白隔開 你就必須要先知道 到底四個字的是一個詞 還是三個字的 還是兩個字的 還是一個字 所以你要有一個程式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我這裡有用到了一些 可能比較各位不了解 不熟悉的領域的程式 第一個我用到了這個 叫做Regular expression 正規表達式 正規表達式是用來做字串比對 很好的工具 很好用的工具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邊 它是什麼意思呢 斜線W4 英文字母加上數字 這些東西加上筆線 這些東西都是斜線W所比對的範圍 好 那再來 再來 它也容許一撇 為什麼 因為hees 如果老外他寫hees h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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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縮型 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的話 那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抓到一個完整的單元 接下來呢 這個東西在比對什麼 這個是中文的unicode碼的範圍 從4100到9FFF 這個是中文的unicode編碼範圍 所以我用這一句話就可以抓出整個中文字串 連續的中文字 OK 那這個呢 就是 只要不是空白 就只抓一個字 不是英文又不是中文 那我就全部當成單字來處理 這種在我們的文章裡面幾乎只有標點符號 所以所有的標點符號都是單一個的 好 那我就用這個東西來做比對 用正規表達式比對 它會取出符合這個條件的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的token出來 然後呢 它比對比對到 如果是中文 如果是中文 它會是第二個比對到 第二個成功 其他的不成功 那第二個成功 就是m2不是untify的話呢 我們就要進一步的再去比對中文 中文它可能不是一個詞 它是一個句子 一整個中文句子 我們給一個範例 那這個 在我們的test 這底下 我有etest 和ctest 好 這個ctest呢 是 啊 我拉掉 好 我們有 咦 這個我怎麼把它弄掉 好 不管 Later 好 OK 這裡 第一句就是那個 約翰有五個蘋果 我們為什麼改成約翰不是小明了咧 因為這樣外國人比較看得懂 所以 我們決定一開始就國際化一點 那 那 給了馬力三個蘋果 那 或者那隻黑狗咬了一隻白貓 這些是我詞都斷好的 你拿來輸入 沒有問題 它是可以 可以正確解析出來的 但是呢 接下來這段你看 北風與太陽 北風和太陽在競爭 爭論誰比較強 這句這段沒有斷詞 是 所以 那個程式呢 它會怎樣 它會一開始就 就抓到一個這麼長的串 然後接下來會抓到一個這麼長的串 好 漏點不會抓 接下來會抓這麼長的串 那這時候它是沒有斷詞的 你怎麼知道說 哪一個東西會對應到一個英文 好 那這裡 辦法就是用這個lex 那它比對到一個中文之後呢 中文 用clex再去處理中文 這個clex做什麼事呢 它從 第一個字開始 一直找到最後一個字 然後 中文詞 我們認為最長大概只有四個字 四個字而已 比如說 四個字的詞有什麼 四個字 登峰造極 這個這個算成語 不算成語的四個字的詞有什麼 人名對不對 集田原字 之類的 人名 四個字的詞 還有不是人名的啦 一定有 比如說 小蜜蜂 小蜜蜂不能算 蜜蜂是兩個字 好 那所以你 你可以想想應該是有四個字的詞 我目前想不出來 好 然後呢 如果不夠的話 你可以放成五個字六個字 十個字都沒問題 只是 目前我想出來 大概四個字就已經夠大了 好 然後呢 取出這個子字串 取出這個子字串 然後 去字典裡面找翻譯 找中對音的翻譯 c就是Chinese e就是English 所以c對1的翻譯 找到 如果找到 如果找不到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應該說 如果找到 不等一樣 define就是找到 如果有找到 那就把它推進去 但是如果沒有找到就不推嗎 好 如果 如果 完全沒有找到的話 最後Lang等於 會 會變成是1 長度會從四個 三個 兩個 一個 開始 x 然後你就 最後發現 是一個字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它推進去 否則的話 你就一個字都沒推 那就不對 好 所以最後就推進去 那這樣子 你最後一定要加至少1 吧 至少要加1 所以就用這一個mess 來加 好 加完之後 你這整個 整個句子 像這樣的句子 北風和太陽在爭論誰比較強的句子呢 他就會被斷成這個樣子 北風和太陽在爭論誰比較強 他就會斷成這個樣子 好 ok 那我把它回覆一下 對 所以當他斷成這個樣子 變成正列之後 我們就可以拿去原本的翻譯系統做輸入 ok 好 那現在翻譯系統 來了 翻譯系統在這裡 他本來其實很簡單的寫法是這個樣子 單詞做翻譯的話 就像這樣 從字典裡面查出來 但是 查的時候呢 先轉成小寫再查 因為如果英文沒有轉成小寫的話 那可能沒有標準化 好 那如果有人寫成大寫 你的是小寫 但他就查不到 所以通常我們會先全部轉成同一個 同一個大小寫 小寫或全部小寫或全部大寫再去查 那我們習慣都先轉成小寫再查 那查的時候如果有查到 就傳回查到的那個 如果沒有查到 就直接把原本的字傳回來 你不能把他丟掉 因為我們希望一對一 所以不能把他丟掉 所以原本的字傳回來 好 那但是呢 這樣做不夠好 不夠好的原因是 對英文而言 英文 它有詞尾 英文很多詞字典你查不到 譬如說 動詞加ing的 那個字典裡面你通常查不到 write字典有 writing字典沒有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先把它正規化 本來有write的 本來寫writing的就把它轉成write 那這一個程式多出來的功能就是 他有去做這個轉換 把詞尾去掉轉成標準式再去查 如果有查到就翻成那個 那如果沒有查到就 就還是保留原本 OK 所以這個程式長了不少 就是因為 多了這些查詞味的功能 那有了這個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整句翻譯了 整句翻譯剛剛已經做了 做了分詞 變成一個陣列 變成陣列之後呢 我就一個一個把它翻過去就好 就是每一個都去翻 每一個字都去翻 翻完之後 就得到結果 就把結果傳回來 這樣子翻譯就做完了 OK 那這個就是我們 上禮拜到這禮拜我 我試圖做的一個 讓我們原本的翻譯系統 變得更完整的一個案例 OK 那就請各位再仔細的去看一下 這個程式裡面的這些檔案 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到底實際上是怎麼做的 OK 好 那最後那個測試檔 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裡 TEST裡面有MT-TEST 這個MT-TEST 這個就是MOCA的測試寫法 他說 你現在在描述你要測試什麼 這件事情 那我現在在描述 我中翻譯之後 音翻中還會是原來的句子 所以呢 我就呼叫T.S2T2SO 這代表原本的字呢 翻譯成對應的翻譯 再把它翻回來之後呢 它還會是一樣的 我有寫一個這樣的函數 好 同樣的 我們再測試 音翻中後中翻音 還是原來的句子 那我就S2T2SO 但是這兩個倒過來 一個是C翻成E 中文翻成英文 一個是E英文翻成中文 好 那這樣子 你寫成這樣子 而且你有安裝MOCA之後 你打MOCA 它就會幫你所有這個 Test資料夾裡面的測試檔 全部測試一遍 有沒有錯 它會出測試報告告訴你 好 那這是MOCA的功能 那這個測試怎麼 的組成是一樣在Lib裡面 就是一樣在Lib裡面的Test 放在Test 那你看 你可以看到 我們去讀剛剛那兩個 一個中文的測試文字檔 和一個英文的測試文字檔 然後呢 讀完之後 它會變一個陣列 變一句一句的陣列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陣列 這個陣列 用S to T to SO 這個去呼叫 呼叫的時候 它會對每一行做測試 然後呢 一開始它會呼叫 Lex去把 把字串轉成一個詞彙一個詞彙的陣列 然後轉完之後呢 我們印出來給各位看 再來做機器翻譯 Mt翻過去 從哪裡翻到哪裡 從S source翻到T target 以剛剛的音翻中的 中翻音的例子的話就是S是中文 T是英文 那翻完之後呢 再從 剛剛已經翻成英文的版本 再把它翻回中文 翻完之後呢 把這兩個陣列都轉成小寫 再去比對 看看是不是相等 所以這邊比對Deep Equal 如果是相等的話 那就代表我們的要求是成功的 也就是說 它翻過去再翻回來是一樣 那如果這個有錯的話 它就會出一個打XX的報告 OK 那這是大概整個程式的樣子 所以就 各位